哈喽大家好 我是胖七 昨天失言了 因为昨天贪吃贪喝 没有按照计划在5点之前把作品发出去 今天估计也会晚这么一会儿 因为今天出去了一趟又办了一点事 今天已经是8月3号了 也就是到月底 这个8月份还有29天的时间 所以距离我订的目标还相差好远好远 接下来就给大家真真实实的分享一下 我8月份在西瓜视频的目标 还有执行计划 就是有想给自己订目标的老铁 可以借鉴一下 就是看一下怎样订合理 或者是订完之后怎样执行 它都是根据你订的目标 来一项一项分解的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参考 今天就主要广分享在西瓜视频的目标 就是我其他工作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因为分享完了有很多新老铁 还会问我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就只分享这个西瓜视频 这里是我在西瓜视频 8月份的整体的目标 还有详细的执行计划都在这里了 我用的这个软件是一款 在线的思维导图软件 就是每到月初的时候 我做目标 然后做分解计划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 它是一款思维导图软件 就是会协助咱们把咱们定的目标 还有执行计划 梳理的特别清楚 就是一条一条的 你一看就明白了 具体的就是你们搜这个软件就行了 我英语发音不标准 你们去搜就行了 好了 其实正题 首先来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订的这个8月份目标 就是在西瓜视频的播放量收益 要达到8000块钱 这是我给自己订的目标 然后剩下的时间 就是3号到31号 还有29天的时间 平均下来还有四周 分解到每周的话 就是需要达到2000块钱 然后再分解到每天的话 每天日均收益 得要达到280块钱 才能完成目标 那这得照着这个目标来执行了 来再来 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现在的实际情况 就是我现在目前的单价 基本上是平均在 1万的播放量 差不多70块钱左右 那就是平均每天的播放量 我最少要达到 总播放量最少要达到4万 才可能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就是需要在 平常我的 整体的播放量上 做文章了 就是我现在每天的 平均播放量 大概是3万左右 就是总的播放量 所以我这个月的目标 还得提升这个内容的 视频的播放量 好的 我们这第一个的这个目标 通过分解 然后推理到了这个内容上 我们需要提升这个 视频的播放量 所以呢 接下来就来定 第二个目标了 就是我们要定 这个内容方面的 执行计划 这是第二项 就是我拆分的 内容方面的目标 还有执行计划 一共分了6条 那第一个就是 从内容上 首先我的这个视频的 更新数量 更新频率上 得提升了 因为照我目前的 单条视频的播放量 按4000来算 差不多也就是个3-4000 现在播放量是很低的 所以呢 每天如果是需要 整体增加1万的播放量 那我最少需要 每天更新两个视频 那所以呢 我这个月就准备 一天更两条视频 那好了 这个数量已经有了 具体的要求了 那就到第二条 就是我们的更新内容 其实你像现在 天天分享的这些 哎呦 脚尽脑汁的给大家分享呀 其实内容也有点匮乏了 但是呢 就是有了这个数量的 要求之后 就需要整体的 规划一下内容 看看这个月主要拍什么 那首先呢 我会准备把 我知道的拍视频的 这些总结出来的经验 我会的 我知道的 我会全部按照顺序 来整体的梳理一遍 因为很多老铁都留言 还有私信 就是想去学一下 所以呢 就是大家去照着顺序 去看这些视频就行了 我都会一条一条 更新出来的 嗯 第二个视频的方向呢 就是这个月准备 按照这个西瓜老师 一对一的这个指导 就是他建议我去拍一些 健身呀 还有创业方面的 正能量的视频 那所以呢 就是这是第二个方面的 视频也有了 所以呢 就是一日两个 两个大的主题方向是有的 然后接下来的三四五呢 就是你像优化封面呀 优化标题呀 还有这个控制时长呀 这几项都会影响 就是每个视频的播放量的 所以这个月也会在 这几项 这几个方面 下一些努力 研究一下 看看怎么样提升 自己的封面标题 还有时长的这些质量 最后一个 就是尽量每周出一个 爆款视频来 但这个完全是我的理想状态了 这个一切随缘吧 因为如果是按照我现在的水平 单个视频播放量破两万 差不多就算爆款了 所以就谢天谢地了 这个就随缘了 好了前边这个 收益目标有了 然后内容方面的 执行计划也有了 那接下来第三个 当当当 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然后就是 这个月希望涨粉到八万 但是这个是一个随缘的目标 我现在的粉丝量是五点七万 然后距离八万的粉丝 还差二点三万粉丝 其实平均到每周 需要差不多涨六千个粉丝 但是平均到每天的话 那也就差不多八百五十个左右了 但是我目前差不多是属于 每天涨粉五百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需要每天再增加 三百五十个粉丝 才能达标 其实这个终极目标 我不是太有信心的 因为咱们这个粉丝 就是在手机的另一边 都是有鲜有肉 有思想的人 就是人家关不关注咱们 其实这个是人家来做决定的 但是这个目标已经定出来了 就是尽力的 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行了 加油吧老铁们 这个月又开始了 最后再小小的唠叨一下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 我在西瓜视频 这个八月份的整体的目标也好 或者是整体的执行计划也好 其实就是希望最终能达到一个 这样的效果 因为现在是一个 非常非常快节奏的时代 而且就是各种信息 属于大爆炸的这种状态 就是各种各样的 一夜暴富呀 或者是投机发大财的这种信息 太多太多了 而且呢 就是特别特别影响 咱们这些普通人的心智 所以呢 我希望通过我的视频 能给处于这些迷茫呀 或者是焦虑中的这些小伙伴们 带来一些积极正能量的内容 就是我们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变化 只要咱们自己的目标清晰 方向正确 就我们依旧是可以依靠 我们自己的勤奋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上进心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 依旧是可以收获到 最最踏实的财富的 而且还能提升自己的能力 加油吧老铁文 这个月你们变小目标了吗 老铁文